近些年来,伊朗曾多次击落和捕获美国无人机,甚至成为了美国无人机的最大收藏家 近日,伊朗方面就在博物馆公开展示了他们的藏品,我们来了解一下 据新华社报道,伊朗军方21号在德黑兰神圣防御博物馆展出其今年6月击落的美国RQ-4全球鹰无人机残骸 同时展出的物品还有伊朗军方此前截获的美制MQ-1捕食者无人机,RQ-170哨兵无人机 以及击落全球鹰无人机的霍达德3防空导弹系统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·萨拉米在开展仪式上说,这次展览展示了美国的野蛮行为 天津滨海新区的网友北国之鉴提问,美国的先进无人机频频成为伊朗军队的藏品,原因到底是什么呢? 那么美军的无人机被伊朗频频击落 关键的原因是它在伊朗这个方向无人机的使用频度太高,使用量太大 本身来说,无人机因为没有人员驾驶 所以它飞行的航路高度等等这些的灵活性相对比较差 如果你同一型无人机反复的高频率使用,就容易让对方摸到规律 摸到规律之后要打你就容易的多了 伊朗方面的展示能不能给美军的无人机行动敲响警钟呢? 我想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美国并没有因为这个敲响无人机使用的警钟 因为它对伊朗施加压力,就要大量的使用各种的侦察兵力 其他的兵力在伊朗的附近甚至上空飞行 那么这样的一些飞行任务,用无人机肯定要比有人飞机安全的多 无人机打下来,无非是一个无人机 如果要是有人飞机打下来,飞行员再被活捉 这个阳相出的就更大